好 我們來看 買車之後 很多附加的費用就會出現了 例如停車費 其實在台灣呢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百物公司或是一些特定商圈 熱門地點 停車費 大概都比較貴 一個小時一百多塊 我們就會覺得很痛 但是 智欣 接下來要帶我們看呢 其實很多地方 他們對於車重 可能會分級 然後會收很高的費用是不是 對 因為現在巴黎在2月4號 通過一個公投案 有54.5%的人支持通過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說 原本呢 在一般的停車 它是6歐元 但是呢 現在呢 如果它針對兩種車 一個是1.6噸以上的車 巴黎休旅車 它的停車費呢 在市中心乘以3倍 就到18歐元 大概是608元 當然對電動車相對友善 電動車隨便就會超過 這個1.6噸 所以它是用2噸 來當作電動車的一個級距 所以電動車呢 市中心也是收到18歐元 所以你一定要想喔 18歐元 1小時 1個小時 608元 好 但是我要先講 這是針對所謂的非巴黎人 就是不在巴黎生活工作 也不是巴黎的計程車司機 那我們以後去巴黎玩 不要自駕 就不能自駕租電動車 可以自駕租小台一點的車 但你不能租電動車了 租小一點 2噸以內的電動車 天啊 那我們就租小一點 租雨量級一點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速報導 年底Toyota的選舉 真是速力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 第一次